如果说您生活当中有事干 您心里还有另外一份情感 您不会老在这拽着儿子 这是您自己的问题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 当身边没有男人的时候 您才开始悲观 失望 绝望 觉得自己不能活了 甚至想死 咱们以后不再悲观了 好不好 听懂我的两点建议了吗 第一 不再表功 第二 不再悲观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如果真听懂了 就不要再辩解了 不仅仅是嘴上不辩解 心里也不辩解了 好 那么我再跟李勇说两句 首先希望你 以后要学会表达感受 什么是表达感受 就是你要跟妈妈说 妈妈 你说这个话我不舒服 或者你这么说 我很难过 我心里是什么感觉 你要跟他表达感受 我告诉过 我之前每件事都给他说 我举个例子 去年我几个好哥们儿 考上 有一个考上清华 另一个考上西郊大 都是比较不错的大学 我很难受 我心里太难受 我告诉我妈 我说我心里特别难受 但是她生气的时候 她用这些话来刺激 你让我如何再次地把心里话 掏出来说呢 对 所以呢就是因为之前表达过碰壁了 对不对 所以我需要鼓励你的是 坚持下去 一次不行两次 两次不行三次 不要那么容易受伤 多次了 再接着是要继续表达感受 不要怕受伤 第二点要学会表达需要 就是可能之前在你很小的时候 你看到舅舅家的孩子 想要什么都可以说 当你想要什么的时候 没有人听得到 但是现在 你想要什么 哪怕想要妈妈握一下你的手 或者拥抱你一下 或者你告诉妈妈说 妈妈你这么对我的方式是错的 其实我想要的是什么 学会表达感受 学会表达需要 我想这是你成为男子汉的 非常关键的一步 或者说 我是作为女性 我跟你分享的是 接下来假如你想跟女朋友 甚至跟你的老婆 好好相处的话 也要学会这两点 所以现在先从 跟妈妈的相处 开始练起 好不好 最后有一个提示 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 一定要对双方 对对方 多一些耐心 你们俩都太急了 彼此多给一些耐心 多给一些尊重 尊重对方的感受 尊重对方的决定 你们这之间才是在相处 而不是在互相折磨 特别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清音老师 李勇刚才跟我们的编导说 他其实也准备了一些话 想要跟妈妈说 但是他可能这样 清音老师说的吧 可能长久 没有这样的一个沟通 所以他决定换一种方式 不用说的 他想唱一首歌给妈妈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不好 带来给朋友 你看那花儿都鲜了 你看那爱儿都哭了 你知道我会永远永远 等你给我的回答 让我们忘了那片海 让我们来世再重来 让我们一生一世 生生世世 永远不分开 不再分开 李勇除了这首歌之外 你还有要对妈妈补充的吗 其实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 但是 没有你的真实 我觉得 失去了 没有自信科研 真的 第一 要说自信 恐怕自己亲妈 都不能给你 我觉得 我希望你以后 能相信你儿子 其实你儿子 有些事情可以做得很好 可以吗 女妈妈 那李勇 咱们要不要过去拥抱一下妈妈 你也给妈妈一些自信 好不好 来 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